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可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治病之药 这是网上有朋友给我提问 说张大夫你怎么看这句话 我们作为年轻医生 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今天张大夫说一说这个感受 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时常感受得到 尤其是年轻大夫 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年轻的医生 刚上临床 尤其是拿了很高的学位 上班之后 刚开始自己独立的 这种看病人的过程当中 他有这感觉 在学医的阶段 他可能觉得我这个没有治不了的病 或者说在行医的初期阶段 觉得我这个学历很高 名校毕业 在有名的医院多少多少年 这个拿到了学位 我现在没有治不了的病 什么病我都非常有信心 但是当他行医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感觉到为难情绪 说在现实生活中治病原来有这么多的难处 实质上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情况在现实世界里的确有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以前我经历过 我身边有一个年轻大夫 在最有名的医学院校毕业 最有名的医院实习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上班 上班之后在门诊上看到一个高血压的病人 高血压病人这老人血压一凉 160 90也没多问 就把降压药翻倍使用了 原来吃一片 后来给成两片 改成两片之后回家 第二天老人家坐着急诊120回到了急诊科 后来他自己知道 是因为他这个降压药给翻倍使用老人低血压了 实际上这个问题出在哪呢 应该说你多问一问 他是不是这个家里血压大概多少 实际上老人在家里吃着一片加压药 血压控制还行 甚至都有点偏低 但是呢 他好多老人存在一个问题 一到医院就高 不光是老人问题 年轻的也是 到医院他就高 这个时候呢 不能操之过急的 以医院的这个血压为主 或者说呢 这是一种白大医效应 白大医高血压效应 最好最好的就是 问一问 看看他是不是家里血压正常 这样的话呢 别贸然的给他斩 斩酱压药 后来这个年轻大夫 这个事因为受到了批评之后呢 再看病人 尤其是高血压病人 一个是他长经验了 再一个呢 在他一开始有个阶段 他也有为难情绪 觉得自己不再敢看这样的病人了 实质上来说呢 这个案例就在说明咱们刚才说的这句话 就是学医三年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天下无治病之药 实质上呢 就是这么一个感受 但是呢 好多朋友 尤其是年轻的医生 说这个怎么办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其实张大夫说 自己的内身感受呢 还是建议大家默默的沉下先来 不断的积累经验和学习 一方面像上级医生学习 一方面这个也是警示你以后呢 看病人问得再细致一些 这样的话呢 能够避免一些问题 当你自己的这种学习和积累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再去看类似的病人 就胸有成竹了 就可以有更大的这个把握了 实质上呢 这种案例啊 包括这种情况 不光是年轻医生有 其实一些高年子医生也有 那时候我记得呢 咱们国家最有名的一位 介入心脏病学专家 咱不提名字了 这位专家呢 他是非常知名 而且做心脏支架 就是介入心脏病 做得特别的早 他那时候在一次会议上 他就说 他说我们面对冠心病 面对这个冠心病的时候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会做支架了 会做支架手术了 咱们就是上帝 就什么都能治 他说更多的 我们需要的是 对于患者病情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而这种支架 治疗手段 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之一 不能把它当成 这个全部 更不能把自己当成上帝 当时这个老人家 说这个观点的时候 其实很多有经验的 介入科医生 介入科主任们 都是认可的 都是给人家点大拇指的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人家 对于医学的认知更深 老教授说的这段话 实质上也是这个道理 在这个视频的最后呢 我想用一段话 分享给手机前面 有可能关注张大夫的一些年轻医生 或者说同行们 就是曾国藩呢 曾经说过 于于凡事 结用困之免行功夫 功夫困时切莫间断 熬过此关 便可绍尽 再困 再熬 再熬 再奋 自有 亨通 精进 之日 实质上 他这段话 说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前进的路上 一点 一点困难 要塌下心来 不断的学习 当这个难关 我们熬过去之后 会有新的难关 我们必须 以这种不断奋斗和求知的精神 不断的去进步 最后呢 我们一定在一个领域 能够达到亨通精进 精通的这种程度 希望张大夫今天的视频呢 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们 尤其是那些 在学医路上 比较初级 这刚开始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 在医学上 这个时候的进步 包括张大夫自己也是 自己业务水平的进步 真的是需要塌下心来 不断的学习 不然的话呢 你这个业务水平不提高 会遇到更多的难题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 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们 尤其是年轻医生们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科医生 感谢也是 按照 发行 出发行